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音寺啊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 我们也是玩了一下这个原版的加拿大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回来啊 玩一下这个原版的法国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玩过了这个民主政体的法国 还有这个拿破仑法国 那么今天啊 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威西法国啊 我们还是啊 这个难度是常规 然后呢 铁人模式选中啊 因为上一次玩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取消了历史国策啊 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那么我们今天啊 还是把它选中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1936年121日的法国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啊 我们首先选择使法郎贬值 这些国策的描述 我在之前都已经念过了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就不念了 至于科技呢 我们就来研发一下这个工业 还有这个电子机械工程 至于这个武器嘛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生产一些枪 生产一些枪吧 生产上 然后这个民运工厂送贤啊 我们就在这个非洲 北非 图尼斯 康斯坦丁 还有阿尔街尔这里 造一些军工厂 我们等这个国策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来啊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我们也收到消息啊 蓝印蓝 黎明梦马 重整军备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提出外交意义了 不要开战啊 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 我这次玩的是维系法国 又不是自由法国 我为什么要在北非修军工厂呢 哎呦 我忘记了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那么我们把我们这个刚刚要修好的工厂啊 拆掉 然后呢 建在这个法国南部啊 不好意思啊 忘记了 那么我们继续啊 这个法郎扁织完之后呢 我们选择开发本土 重建工业的第一步 必须是改善我们在大陆的工业基础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 我们也完成了开发本土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投资法国本土 本土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可以从改善基础设施开始 这能够提供工作机会 并提高军队的部署速度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我们也完成了投资法国本土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工业扩张 我们需要在本土建立强大的工业存在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工人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生产线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我们也完成了工业扩张的国策 那个提示矿不小心被我点掉了 不好意思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们也完成了知识大学校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再投资一下法属阿尔及利亚 欧洲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刻 我们应该专注于改善南边的领土 以保证我们可以一直对本土提供支援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们也完成了投资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殖民地工业 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殖民地的工业 这样在欧洲紧张度不断上升的时候 使一部分工业能力留在敌人的轰炸范围之外 非常好 好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 我们也完成了殖民地工业的国策 我们现在想点这个国家开源中心 但是我们这个工厂不够 没办法 所以我们只好继续选择一下军用工厂 我们的军事机器因为生产能力不足而落后了 我们要专注于本土的军事装备生产 以保证我们的军队能不断得到新装备 虽然说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好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我们也完成了军用工厂的国策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总体的工业也就到达了八十 超过了七十五 我们就可以选择组建国家开源中心了 好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们收到消息 西班牙共和党被击败 西班牙内战似乎已经结束 剩余的共和派势力已经投降 或者躲藏起来 尽管民族主义领导层已经抓住这一点 并宣布内战结束 但专家们指出民族主义派内部不断增长的分歧 并认为这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 他们认为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些分歧可能会破坏民族主义者的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 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和人民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因为在内战期间 为击败共和党而所建的民兵并未解散 并且对邻居保持着警惕 我们表示啊 冲突似乎尚未解决 好的 又过了七十天 到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们也完成了组建国家科研中心的国策 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槽啊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不选择国策了 但是我想了一下 还是选择一下吧 我们就来选择一下这个重整海军军备 在专注于其他领域的发展时 我们的造船业啊 却落后了 因此我们现在有在地中海和大西洋 被敌人远远甩在后面的风险 我们必须加大投资 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啊 好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们也完成了重整海军军备的国策 那么我看了一下 接下来呢 真的是没什么国策好选择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选择国策了 这样可以多获得一些政治点数啊 好的 过了很长时间啊 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 我们收到消息 慕尼黑会议 德国要求居住了大量德意志人的 杰克斯洛伐克的苏黛德地区 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啊 现在呢 英国 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希望提出一个和平解决苏黛德危机的方法 那么我们表示啊 杰克人自生自灭吧 好的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 慕尼黑协定 德国需要杰克斯洛伐克的苏黛德地区 那里居住着相当多的德意志人 最近局势愈演愈烈 在一次慕尼黑举行的峰会上 德国 英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 寻求一个所谓的苏黛德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 杰克斯洛伐克未被邀请参加 达成了一个德国兼并苏黛德的协议 但竟不在欧洲追求进一步的领土要求 张伯伦先生向伦敦的群众说 首相第二次从德国归来 带来了和平与荣耀 我相信这是一代人的和平 我们表示啊 那么今年不会打仗了 好的 到了1939年8月31日我们收到消息 莫罗托夫里面特勒夫条约 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警告 这个协定有效让德国腾出手来 在欧洲发动战争 而不用担心苏联的干涉啊 我们表示啊 这不可能是好事 好的 到了1940年11月1日我们收到消息 这就是杰克斯洛伐克的命运 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边界 进入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 表面上是在为了杰克斯洛伐克政府倒台后 恢复地区的秩序 在布拉格占领军宣布建立新的自治领 并置于德意治国的保护之下 与此同时在德国的支持下 斯洛伐克已经宣布独立 杰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表示啊 我们绝不同意 到了1940年 3月22日我们收到消息 波兰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 波兰拒绝各让弹泽给德国 德波两国的军队都在做战备 边境冲突大量传来 欧洲的战火将再次燃起 我们表示啊 形势万分严峻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 德意治国对波兰宣战 那么同时 波兰大使也向我们法国 发出了求援信 我们伟大的法国 当然是要参战了 明明这个希特勒已经说了 他在杰克斯洛伐克 就是他的最后的领土要求 但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攻击了波兰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帮他了 好的 那么在1940年3月22日 法兰西共和国 正式向德意治国宣战 法兰西万岁 共和国万岁 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到了1940年4月17日 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 华沙的陷落 德军在波兰迅速推进 已经占领了华沙 其他一些地区 仍在发生着零星的战斗 但有组织的抵抗 似乎已经停止 当德军先头部队 逼近华沙郊区时 波兰政府早已撤离 并不知所踪 尽管全国其他地区 仍然在抗击德国侵略者 但首都的沦陷 严重打击了波兰的士气 文文表示啊 波兰已经没有机会了 不过我们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 依靠我们坚强的马其诺防线 现在德国侵略者 仍然没有踏进我国一步 这个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 一定可以击败 这个奥地利的下士的 大家不要担心 到了1940年4月24日 我们收到消息 啤酒馆的疯子 已经占领了卢森堡 哎呦 不好了 如果卢森堡陷落 那么也就是说 可以看到德国还在进攻 荷兰和比利时 但我们的防线并没有扩展到 和比利时的边界啊 这下糟了 这下糟了 赶快赶快 遇敌 遇敌 保卫法国 保卫法国 北上 北上保卫法国 现在这个啤酒馆的疯子 已经占领了卢森堡啊 到了1940年5月3日 我们收到消息 杀人的疯子 已经占领了路特丹和阿姆斯特丹 荷兰已经投降了 到了1940年5月6日 我们收到消息 阿道夫希特勒 已经占领了布鲁塞尔 到了1940年5月10日 维也纳的美术洛榜生 已经占领了敦克尔克 到了1940年5月22日 德国人的救星已经占领蓝斯 到了1940年5月26日 伟大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终于回到了他忠诚的巴黎啊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德国战胜了 我们很不幸 我们输到了战争 巴黎已经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并且他们控制国家的其余领土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未来 政府内部有想和德国达成一份停战协定的 但是也有很多官员希望在英国继续斗争 某些官员再有另一个想法 将法国和英国合并为一个国家一起战斗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想了想啊 之后表示啊 这如此强大的共和国 竟然如此迅速啊 就被德国击败了 那么可以想见啊 我们不能跟德国人抵抗啊 我们必须同德国人合作 于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啊 希望寻求一份停战协议 希望这个伟大的帝国元首啊 阿道夫希特勒啊 这个元首阁下 你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至于条件呢 都好说啊都好说 哎呦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这伟大的雷智帝国元首啊 阿道夫希特勒已经给我们回复啊 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达成停战协议啊 但与此同时呢 却有人抵制停战啊 啊这个一名名叫戴高乐的军官反抗新政府 他在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强烈 要求抵制通敌的维席政权 还有真是的啊 这个戴高乐你为什么不投降啊 哎这个德国人愿意和我们合作啊 那是我们的荣幸 还有你居然 哎呀真的是啊 哎呀真是的啊 没有办法 那么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元首啊 也是变成了我们这个菲利普贝当元帅啊 这个贝当元帅呢 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法兰西的英雄 一战的雄狮啊 曾经在这个凡尔登大破德军啊 不过那已经是一战的事情了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民族精神 占领花费 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啊 大部分也是被德国人控制着的 那么我们现在啊马上选择 授予被当紧急权利 随着法兰西之战的失败 很显然必须采取一些基建措施 来保证国家安全 总统在做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不应该被限制 好的又过了70天 到了1940年8月4日 我们也完成了授予被当紧急权利的国策 我们这个大元帅啊 被当现在也是获得了特性 紧急权利 每日获得的政治点数多了0点50 那么现在时间到了1940年8月4日 我们伟大的共和国虽然战败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一战英雄啊 大元帅被当 他还是啊 给我们法国争取了这个一份停战协议啊 我们法国仍然可以在南方存在着啊 我们的这个大元帅也在和德国人周旋 试图光复我们北方的领土 但是这都是下一集的事情了 我想呢我们这个钢铁熊逸四 维席法国第一集 也就先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关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 大家再见